云林县口乌厢厂林哲林 他涉嫌借主持便向民间投资 太阳能光电系统业者所汇750万元 调查发现他把不法所得 藏在一位诚信友人的账户下 在指示他转投资购买黄金等等 云林地监署27号会同相关单位 出动了80多人搜索22个处所 总共带回了13名涉案人员 上午开积压亭裁定乡长林哲林积压警戒 穿着黑色背心和与会人员讨论 乡内都市计划 他就是恐怖乡长林哲林 利用植物之便自108年10月起 勾结能源公司黄姓白手套 向深色余电农木共生太阳能光电系统的 业者所汇750万元 乡长透过厂商对厂商进行 相关的财务的勒索 代为处理相关的承抗事件 业者为了顺利营运 分别支付350万以及400万 总共750万元 而所贵的不法所得 拎着拎出了大笔挥霍之外 其余藏力在他 陈姓女姓友人名下账户 在指示转投资证券 外汇还有黄金买卖 扣案的那个黄金金条 有各一公斤有两条 那相关扣案的那个总资产 有1400余万元 那显然是与乡长的那个年收入 是不相符合的 检定27号兵分多路 动员80多人同步搜索22个处所 一共带回13名涉案人员 警察官证讯后认为林哲林等三人 涉嫌重大申请积押禁件 上午云林地方法院召开积押亭 裁定林哲林以及黄姓白手套积押禁件 另外陈姓女姓友人则是交保 记者郭正义为您报道